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plus》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金字珍兰先生所著的 《奇迹物质阿拉的医疗革命》这本书 大家是否了解阿拉这个物质呢? 它被称为治疗癌症、糖尿病等疾病的奇迹物质 从抗衰老、促剂生发、到燃烧内脏脂肪 阿拉在各个领域都备受关注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了解什么是阿拉 第二部分,阿拉在癌症治疗中的前沿应用 第三部分,阿拉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是它的抗衰老效果 通过观看这个视频,您将了解其中的所有内容 首先是第一部分你 让我们来解药概述一下阿拉是什么 阿拉的正式名称是五、胺基乙鲜饼酸 阿拉作为一种胺基酸在体内发挥重要作用 尤其在血红蛋白合成和线粒体能量代谢中起着关键作用 它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 并可以在植物、动物以及人体细胞内合成 我们的身体也还有阿拉 如果缺乏它 将会引发各种问题 那么,胺基酸究竟是什么呢? 人的身体由脂肪和水分等构成 约有20%是由蛋白质组成的 而这些蛋白质的原料就是胺基酸 自然界中存在超过500种胺基酸 但我们体内的蛋白质是由其中的20种胺基酸组成的 大家可能听说过必须胺基酸 它们不能在体内合成 必须通过食物摄取 而其他11种被称为非必须胺基酸 人体可以自行合成 大家在补充剂中常见的成等 大多是必须胺基酸 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 胺基酸是蛋白质的原料 但并不是所有胺基酸都会转化为蛋白质 有些胺基酸被储存在细胞和血液中 这些称为尤里胺基酸 著名的尤里胺基酸包括高把和牛黄酸 阿拉也是其中的一种 因此阿拉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研究表明 阿拉通过体内摄取可以改善癌症 糖药病 塔金森病 肢治异常症等多种疾病 此外阿拉还具有帮助缓解疲劳 改善睡眠等功能 可以支持我们过上健康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 阿拉在改善皱纹 搓疮 促进生发等方面也有显著效果 因此 在护肤和抗衰老领域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那么这么优秀的物质 为何之前并没有被广泛应用呢 简而言之 因为阿拉非常昂贵 最初阿拉仅作为某些实验的试剂使用 因为没有其他特殊用途 曾一度被认为比搏击还贵 然而随着阿拉的批量生产 情况发生了转变 如今阿拉可以轻松获得 并且作为补充剂 可以在药店或网上购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阿拉如何通过其机制促进我们的健康 大家是否听说过ATP这种物质呢 为了生存 我们必须依赖能量 而这种能量的来源就是由线粒体产生的ATP 线干三磷酸 ATP是由三个磷酸组成的 只有其中一个磷酸分离并被分解时 才能释放能量 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 都依赖这一能量来进行活动 每天产生的ATP总量大约为50到70公斤 虽然非常庞大 但这些能量会被完全消耗 并且由于ATP的保质期极短 它无法在体内储存 因此必须根据需要 不断在体内的线粒体中合成 在这一能量生产过程中 阿拉的作用就是通过激活线粒体 来增强能量的生产 如果把线粒体比作能源工厂 那么阿拉就像是提高生产力的润滑油 阿拉直接参与了在细胞内增加生物活动 所需能量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 阿拉被称为生命的根源物质 因此我们的身体容易积累废物 肌肉逐渐变弱 患病的风险增加 代谢率下降 体温下降等这些疾病和衰老现象 就会显现出来 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很多 但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阿拉的不足 通过补充阿拉 激活线粒体 能量的缺乏就能得到解决 身体的活力也会恢复 因此阿拉被认为是 帮助人体生成 生命所需的能量的基础物质 目前有许多人通过增加线粒体的数量 来促进健康 线粒体和健康的相关方法 也引起了关注 许多人通过进行力量训练 或控制饮食卡路里等传统方法 来实现健康 当然这些努力也很重要 但实际上 通过增加阿拉的生产量 线粒体的数量可以比较容易地增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阿拉的生产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阿拉的生产量在17岁左右达到峰值 此后开始逐渐减少 到了50岁到60岁时 阿拉的生产量大幅下降 衰老当然是原因之一 但睡眠不足 过度劳累 压力 缺乏运动 饮酒 吸烟 不规律的饮食等也会导致阿拉的减少 当阿拉减少时 线粒体的功能也会下降 导致能量减少 从而进入疲劳和衰老的恶性循环 这时很多人可能会想到 既然阿拉不足 那是不是可以从外部摄取呢 实际上缺乏的阿拉是可以通过食物摄取的 据说食物中的阿拉摄取量大约为每天2毫克 阿拉含量较高的食物包括 章鱼 鱿鱼 香蕉 青椒 菠菜 飓风 葡萄等 此外 黑醋 葡萄酒 纳豆 酱油等发酵食品中也富含阿拉 虽然阿拉可以通过多种食物摄取 但研究表明 摄取的大部分阿拉会通过尿液等方式排除体外 因此 摄取阿拉的最便捷和有效的方式就是使用补充剂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阿拉在癌症治疗中的 前沿应用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专业从事脑肿瘤的神经外科医生 他在长期的临床经验中 亲眼见证了阿拉在癌症治疗中发挥的作用 如今阿拉在旁关癌 前列腺癌 胃癌 大肠癌 宫颈癌等癌症的诊断和治疗中 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日本每年有超过100万人被诊断为癌症 癌症是由于细胞中的基因异常 逐渐积累 导致基因受损 细胞异常增值的疾病 这一机制在所有癌症中都是共同的 正常细胞在胃部就会分裂 肺部则会在肺部分裂 新的细胞与旧的细胞不断替换 然而癌细胞的基因无法正常控制细胞分裂 因此这些癌细胞会暴走 快速增长 提到癌症治疗 通常会想到手术切除 化疗以及放疗这三种常见的方法 那么为什么阿拉一种既非化疗药物 也非放射性物质 在癌症治疗中起作用呢 答案就在于光动力治疗 光动力治疗是一种通过将特定波长的激光光线 照射到肿瘤上 杀死癌细胞的前沿治疗方法 通过让患者摄取阿拉 它会转变为前叶补林线并积累在癌细胞中 通过照射光线 可以确定肿瘤的位置 照射光线后 从前叶补林线中释放出活性的 癌细胞会因此被杀灭 通过这种机制 光动力治疗能够比手术或放射治疗 更精确地进行诊断和治疗 但阿拉被认为比其他光敏感物质更优越 这是因为阿拉能减少患者的治疗负担 其他光敏感物质的光动力治疗 往往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排除体外 患者可能需要住院一到两周 并且在这期间避免光照 而使用阿拉时 患者可以不受行为限制 立刻出院 阿拉在正常细胞内会迅速代谢 因此治疗后 患者可以迅速恢复正常生活 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阿拉治疗可以在门诊进行 患者当天即可治愈 使用其他光敏感物质时 患者在退院之前会受到行为限制 但阿拉的使用使患者能够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情况下 接受治疗 因此阿拉的光动力治疗 对于维持生活质量并延长生存期非常有效 在德国 使用阿拉进行光动力治疗的患者中 有许多恶性脑肿瘤患者 在治疗后数年仍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 对抗癌症的患者来说 阿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希望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 目前阿拉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 是它的抗衰老效果 在美容领域 如去除皱纹和促进头发生长等方面 阿拉都显示了显著效果 此外研究还表明 阿拉对预防生活习惯病也有良好效果 首先是阿拉对皮肤的效果 当还有阿拉的化妆品涂抹到皮肤上时 阿拉会渗透到皮肤内 促进ATP的生成 在这个过程中 副产物二氧化碳和水会产生 这个水被称为代谢水 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 代谢水的产生量每天大约在200毫升到500毫升之间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一量会逐渐减少 代谢水是细胞内的水分 这一现象意味着体内水分的减少 当体内水分减少时 肌肤会变得干燥 容易形成皱纹 因此通过补充阿拉 皮肤细胞中的代谢水可以增加 从而提供保湿效果 并改善细胞层面的干燥问题 接下来是阿拉的促生发作用 我们的头发生长过程中 毛发周期会重复 头发从毛囊中生长出来 最终掉落 并有新发长出 然而随着衰老 这个周期逐渐失去功能 成为脱发的原因 阿拉具有聚集在毛孔周围的特性 因此当阿拉配合在头皮上使用时 它可以直接作用于毛母细胞的线粒体 帮助产生促进生发所需的能量 此外 虽然这与抗衰老话题稍有偏离 但值得一提的是 阿拉在治疗挫疮方面 也具有显著效果 挫疮是许多人年轻时 都会经历的一种常见肌肤问题 虽然看似治愈 但常常反复出现 青春期的挫疮 主要由于皮质分泌过多 引发炎症 通常在十几岁时治愈 而二十岁之后的挫疮 则被称为成人挫疮 通常与压力 激素变化 不良饮食 睡眠不足 皮肤干燥等因素相关 轻度的成人挫疮 可以通过日常护理解决 但若加重 则需要皮肤科治疗 挫疮加重的原因之一是 毛孔入口的角质层变后 毛孔被堵塞 这样皮脂就容易积聚 导致炎症加重 大家听说过 挫疮丙酸杆菌这个名字吗 它是人类面部等皮肤上常住的菌群 即使在没有挫疮的正常皮肤上也存在 当挫疮丙酸杆菌在毛孔中 积聚的皮质上繁殖时 会引起炎症 形成痘痘 然而挫疮的原因 并不仅仅是挫疮丙酸杆菌 此外线引起的活性痒等因素 也会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因此痘痘可能变成慢性且难以治疗的情况 严重时 痘痘可能会留下痕迹 因此人们一直在寻找 能在短时间内治愈痘痘的高效治疗方法 目前使用阿安拉进行光动力疗法 治疗痘痘的方法备受关注 光动力疗法对痘痘有效的原因是 涂抹在皮肤上的阿安拉 具有容易在毛囊和皮质线周围集中的特性 聚集在皮质线周围细胞中的阿安拉 会转化为光米物质原补林线 并能对光做出反应 通过这种光化学反应 活性痒会产生并击退皮质线 接下来让我们换个话题 介绍一下阿安拉与生活习惯病的关系 许多日本人都受到生活习惯病的困扰 生活习惯病的主要原因是 运动不足和饮食不规律 即便在健康检查中发现问题 能够立刻开始调整生活习惯的人 其实并不多 然而实际上有研究表明 引用阿安拉补充剂 有可能在不进行剧烈运动 或饮食限制的情况下 改善生活习惯病 特别是 阿安拉在减少内脏脂肪方面 展现了显著的效果 人体的脂肪大致可以分为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 其中内脏脂肪被认为是引发糖尿病 高血压 心脏病 中风 动脉硬化等疾病的主要原因 内脏脂肪是指积聚在内脏周围的脂肪 而有大肚腩的人 通常认为体内积累了过多的内脏脂肪 过去人们认为 只有通过运动才能燃烧内脏脂肪 然而 现在出现了一项震惊的研究数据 表明仅仅通过摄入阿拉和体元素 就可以减少内脏脂肪 有一项关于阿拉与内脏脂肪积累的研究 研究表明 像小鼠头位阿拉和体后 阿拉的剂量与内脏脂肪的减少成正比 这被认为是由于阿拉激活了线粒体 使脂肪更容易转化为能量 此外 实验中发现 阿拉的摄入会增加静息状态下的氧气消耗量 并使一种名为UCP的物质量增加 UCP是一种存在于线粒体中的蛋白质 负责产生体内的热量 在动物冬眠时 UCP会消耗脂肪并产生热量 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 因此 UCP被认为是一种能帮助减肥的物质 根据实验结果 小鼠在摄入阿拉和铁后 约90到150分钟内 氧气消耗量上升 与此同时 体温也在120到150分钟之间上升 从这些结果来看 阿拉和铁的摄入提高了小鼠的基础代谢率 使脂肪更容易被燃烧 研究表明 阿拉和铁的摄入提高了脂肪代谢率 从而达到瘦身和减肥的效果 这一发现 为健康管理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未来或将成为一种有效的辅助减肥手段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 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